2022年1月23日,乒乓球澳门赛继续进行,今晚将产生男单、女单两个项目的冠军,上届冠军得主马龙、孙颖莎都被淘汰出局,女单决赛刘诗文和王曼玉争冠,接下来是一场男单半决赛,国拼世界冠军林高远登场,迎来小将徐英斌的挑战,结果林高远大获全胜轻松晋级。 林高远是团体世界冠军,国拼男队主力选手,就在去年试拼赛,拿到混双男双两枚铜牌,受到外界球迷的支持,他的对手徐英斌非常年轻,曾经获得试青赛双打冠军,上一轮徐英斌3比1淘汰樊振东,爆出冷门,令所有人意想不到,徐英斌以前赢过林高远,这场比赛悬念很大。 徐英斌心态不错,不管是跟樊振东,还是跟林高远,他都是一分一分去拼,全力以赴冲击对手,第一局双方展开缠斗,徐英斌单板质量很高,但是速度没林高远快,比分交替上升,林高远10比8拿到局点,徐英斌连得3分11比10领先,林高远握拳怒吼,顶住压力以13比11险胜。 第二局林高远继续通过节奏的变化,来限制对手,徐英斌有冲劲,但是经验不足,没有太好的应对策略,林高远4比1领先,徐英斌连续追分,但是林高远始终保持着一定优势,多次突破徐英斌中间位得分,局末林高远10比7局点,徐英斌反手回球出界,林高远打出11比7再赢一局。 徐英斌淘汰樊振东,成为这次比赛的黑马,各方面还有提升空间,距离主力队员还是有差距。 第三局双方再次陷入敖战,林高远取得领先,徐英斌3比5落后,连得2分追到5平,林高远开始加速,连得6分以11比5胜出,徐英斌跟不上林高远的速度,拿对手真是没有一点办法。 第四局徐英斌背水一战,有机会就主动上手,跟林高远比拼单板质量,但是他的反手确实要差点,越着急越容易出现无谓失误,林高远取得4比2领先,徐英斌叫暂停,回来后林高远全面领跑。 扩大分差到7比2,很快就轰出11比5锁定胜利,最终林高远4比0完胜徐英斌,结束比赛。 林高远率先晋级南单决赛,等待许新和王楚清的胜者争夺冠军,距离个人在新赛季的手冠仅一步之遥。 徐英斌没能再创佳季,过程值得总结,希望他接下来继续加油,以后还有机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